国际焦点先来关注乌克兰大反攻 传出重大进展 乌克兰今天宣布乌军已经收复 位在主要前线城市巴赫姆特南方 具战术重要性的城镇克利什基夫卡 乌军接连收复两座关键村庄 现在连城一线 足以切断俄军的补给线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本周将前往美国跟拜登会面 而根据CNN的报道 此行希望的是争取美国援助长城飞弹 乌克兰持续面临的是艰苦作战的俄罗斯 展开反攻 躲在豪沟中开枪 与俄军近距离枪战 乌军反攻打得辛苦 但好险最近在巴赫姆特接连传捷报 乌军拉起旗子 宣布成功解放巴赫姆特 以南的小村庄克里什基夫卡 现场都还听到炮声隆隆 而这已是乌军一周以来第二个收复的地方 总统泽恩斯基公开感谢士兵 因为就在前一天 乌军在另一座被轰得粉碎的小村庄 安德里伊夫卡 千辛万苦终于挂上蓝黄国旗 这两座不到千人的小村庄 在两军过去几周不断攻防下 轰到体无完肤 没有一座房子是好的 居民全数撤离 乌军用无人机极数弹轰炸俄军 终于取得胜利 地图上来看 距离巴赫姆特以南九公里的克里什基夫卡 和9月16号解放的安德里伊夫卡 3D可连成一线 乌军重夺代表更能干扰俄军补给线 这让俄军国防高层大为震怒 乌克兰虽有西方军援武器 但是弹药不够多 打起来绑手绑脚 最后还是得向欧美各国求援 而就在巴赫姆特反攻 搅出一点成绩之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将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在开战时期二度访美并将和拜登毁灭 乘出乌克兰将向美国提出三大军援要求 第一就是长城飞弹Attackams 美国的MGM-140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Attackams 一直都在乌克兰列出的军援清单中 射程可以达300到320公里 足以达到俄罗斯 还可以携带多达300枚以上的极数弹 原本应该是可以使用海马斯系统发射的 但是传出美国原屋的海马斯修改了性能 无法搭配发射Attackams 美国之前对援助Attackams有疑虑 但是最近态度转变传出又将放行 这让乌克兰痛批美国军援慢吞吞 反倒是给了俄罗斯大把时间 美军最高将领秘力反驳 军援不是想给就给 马上就能运到 乌克兰坚称反攻慢归慢 但最起码让俄军守得很辛苦 不算毫无斩获 只却美国和北约都预估 若要达成终极目标 把20万俄军统统赶跑 绝对需要长期抗战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解放军短短12小时 派出高达103架次共击绕台 数量破近期记录 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密立 接受CN专访的时候就提到 中国大陆如果想靠武力攻下台湾 那是战略上的大错误 因为他申请美军一定能够 击退共军 密立还说习近平也不认为 解放军现在有侵台能力 解放军一夜之间 右派上百架共击绕台 自昨日起至今日晨间 国防部计征获共击 103架次出海活动 为近期新高 已经对台海及区域安全 造成严峻挑战 单日架次数量破纪录 解放军目的是什么 解放军海空演练扩大巡航范围 台海已经成了解放军的 视讯场和练兵场 央视宣传片完全不遮掩 喊出台海巡航常态化 为了应对解放军的常态化军事射压 台军飞行员和战机已经疲于应对 可以说解放军都不用动枪动炮 靠这种持续的战备警循就能将台军拖垮 解放军嚣张放话 但美军最高将领认为没那么简单 美国参谋会议主席秘利 接受CNN专访谈台海 主持人披头就问中美军力比较 是不是暗示 如果解放军侵台 美军会出手呢 秘利只强调 美国当然希望台海维持和平 关键就在不止秘利觉得解放军实力还没到位 连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信息也不足 秘利认为贺阻中共是当前重要任务 不过在中国眼里美国才是闹事的一方 这种逻辑思维很明显是属于贼汉捉贼到达一趴 因为美国是台海地区风高浪急最重要的乱源之一 也是导致台海地区局势不断紧张的最大的这样一个黑手 不止口头骂人 上星期大陆外交部也出手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分公司 作为主承包商 直接参与8月24日美售台武器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多次参与美售台武器 中方决定对上述两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但台面上互相指责中美私底下其实不断找机会谈话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马尔他 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多轮会晤 不止苏利文找王毅 过去三个月 美国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先后仿中 就是想架设防护网避免大国冲突 但也是短短这段期间 第二位中国大陆部长消失了 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 8月29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9月7号越南行程就因为健康状况取消 回顾前大陆外长秦刚 今年7月11也是被宣布健康因素缺席外长会议 是从两星期后正式公告免职 难道李尚福走上和秦刚一样的命运吗 第一李尚福未有缺席商周在越南的会议 第二他师傅真的正在接受调查 谢谢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 金融时报报导 美国认定李尚福遭到逮捕调查 不过中国国防部网站上李尚福的名字还没撤 到底发生什么事 恐怕北京内部才知道 TBS新闻综合报导 明年恢复实施的一年制义务役 目前规划义南们最快将在1月25号开始入伍 因此一连串的疫调动作将从下个月2号开始起跑 各界不免开始观望 过去闪兵 想方设法装病请假或厌退的乱象会不会重演呢 那么已经退役的医务士官跟义南就回应说 其实就算只当四个月的兵花招也是白白种 除了司空见罐的流感假 新冠肺炎确诊假 还有人使出杀手件请婚假 甚至发生过接连三个林兵登记结婚 堪称请假最高境界 天天出操跑三千 当兵就是这么朴实乌花且枯燥 过去服役一年起跳 义南难免想方设法来山朵飘 然而有些人连四个月都觉得难熬 有一个很特别 他说他们家是开庙的 说他如果再继续服役下去 他后续会流年不顺 那因为你两个月过后 你剩了就两个月疫情 那我们每一个月又有八天的 所谓的健鸿就修 那剩下的疫情其实就剩一点点 那为什么不把它撑完 厌退时有所闻 这种新病得靠利弊分析才能舒缓 退役的义务是回忆过去交手经历 也有人冒着触法风险 只为起病假 就是做假阳性的 甚至还有收费帮别人做假阳性证明 就只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当这个 所谓的在里面服役 他们就想要修这个14天的奖 后面我们部队的因应作为就是 好你只要快筛 你就是用视讯录影全程 你不可以有剪接的动作 请假号我看到就是很多人会说什么 他脚怎样说什么脚底筋膜炎什么 可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可以用装的 因为这种东西 医生也不敢随便乱跟你说 你就是没事 那假如他真的有事的话 医生也要负起责任 所以就是他们会开一些 顾及的证明 欠国家的迟早得还 这个观念随着时代变迁 早已变得淡薄 特别是害怕毕业及失业的新鲜人 其实可以有四个月的缓冲时间 可以让你思考说你下个人生 你该怎么去走跟规划 也可以交一些朋友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到一年 我觉得就真的有点太久 又浪费时间 可能不用当兵的人 他这一年可能工作的经验 跟那些存的钱 那些都跟我们都会开始有 太大的差距 后来人看兵役心智 这算另类习福吗 一年至义无义恢复实施 一天天接近 疫调将在10月2号 正式启动 目前规划 一年至义无义的第一梯 预计从明年1月下旬开始入伍 以台北市为例 征兵及零的人数 大约在1万人上下 不过兵役单位 目前掌握了资讯 第一年实行 能够征集的人 大约800人左右 不过公所也反映 的确有少部分的义男表示 他们有意愿尽快入营 其实我们做了 相对做了很多的兵役宣导 大概义男也都知道 他们明年要去当一年的兵 他已经接受这样的事实 不过大部分的义男 我觉得他们目前心态上 是采观望的态度 因为按照现行法规 除了家庭因素 重大伤病 或是在学 和已经考取公职 正准备受训的人 可以申请缓针 免服病疫的条件 早已因为情势而限缩 现在因为嫂子化的关系的时候 家长比小孩 还担心他当兵的状况 所以他大概每个礼拜 都会固定 大概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就会出现 一直跟我们提到说 他小孩有哪些身体状况 可是他又拿不到诊断证明 他小孩子 其实他并不排除去服役 所以他有公文反映说 他要尽快去入营 后来他小孩子就 一然而然 就自己跑去报考 那个自愿役的军官 有人说当兵只分自愿役 还有不愿役 也有些四个月训言 学着顺应环境 因为我新军在关田 在台南关田 然后就有自愿外岛的 那个报名表 然后我就拉临兵一起去 然后没有想到北竿 是北竿高登走飞队 虽然是挂步枪兵 但是他早上又有学机枪兵的 单用机枪兵的教学 有很多近战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如果在半岛上面的话 会学不到的 就觉得蛮有趣的 不小心当了高登铁汉 23岁的李华阳 侃侃而谈一生或许只有一次的 最前线人生 靠着转面适应监控环境 军队主要任务是抗敌 战况混乱时 只有自己能保护自己 为了闪兵沾沾自喜的 想必不懂战争是何物 自然也不了解和平 重要性 TVB的新闻 朱光宏一 太不到 今年极端气候 除了异常高温之外 对于航运也开始产生影响 位于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 现在就因为干旱 水位过低了 开始影响大型船只的进出通行 如果再出现塞船危机的话 这全球的航运供应链 恐怕又会陷入混乱 另外最新的报告指出 如果海平面持续上升 2050年全球的重要港口 可能没有办法使用 全球的海运动脉 巴拿马运河快要没水了 这座打通太平洋跟大西洋 全长82公里的运河 每年全球有6%的海上货运 必经之路 这因为气候变迁 跟摄影现象双重打击 面临干涸危机 若是水位在持续下降 大型的护轮就无法安全通行 今年巴拿马运河的管理局 开始限制船只的吃水量 不排除再进一步 减少通行船只的数量 偏偏巴拿马运河无可取代 若是绕到麦哲伦海峡 要多花33天 酝酿新一波的供应链 塞船危机 干海影响的不只是中美洲 还有欧洲的贸易命脉 莱茵河 去年一度因为水位干涸 而中断航运 今年又因为下温创新高 多段河道的水位再度拉紧爆 问题在于欧盟30%的内陆河运 仰赖莱茵河 运载的货物包括石油跟粮食 可能会间接刺激全球的通膨反弹 然而不管是巴拿马运河 还是莱茵河 干旱都是长期的趋势 只会越来越恶化 全球专家早就警告 未来的运输形态 势必得跟着改变 甚至还要面临新的危机 欧洲第二大的多闹河 去年就因为水位过低 沉默河底的二战战舰 重见天日 上头还可能有未爆弹 导致船运都得绕道而行 内陆河运缺水 然而海运港口面临的危机 刚好相反是水位升高 全美国货物吞吐量 前五的港口 德州休士顿港 随着全球处置的需求量旺盛 近两年的出口量增加近两成 如今可能成为气候变迁的 下个受害者 因为如果到了2050年 全球海平面上升到40厘米的时候 英国老师传奇社上周 就发布报告指出 全球3800个主要港口 有三分之一未处热带 到了2050年 若是海平面上升40公分 都会受到影响 届时大陆的上海 跟美国的休士顿港 恐怕再也无法使用 但是必须强调 这是最坏状况下的预测 所以并不是说 好像2050年这几个港口 就一定要拜拜了 不是 就是我们都不要做任何事 都造就的情况下 到2100年 海平面就会上升 0.2米到0.51米 报告中提到的危机 还来得及避免 前提是人类要赶紧发展 轻能或是风能这样干净的能源 来取代化石燃料 减缓暖化的速度 万一暖化真的停不住 备用计划就是让港口 跟着海平面一起上升 这种以多个浮箱 连接成的浮动码头 逐渐被各国寄予厚望 全力发展工程技术 希望打造出能够处理 货柜吞吐的巨型浮动码头 彻底摆脱暖化的灭顶危机 今天10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关注新加坡生育率下降 人口的结构迅速老化 来看他们的状况 根据数据显示 新加坡在2021年的时候 65岁以上的人口 已经占新加坡居民的16% 大约有63.9万人 增幅比10年前高出了7.3% 那么预估到2033年的时候 新加坡全国近一半人口 都会超过50岁 所以要如何友善高龄 长者的退休生活 成为了政府的一大难题 所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发表年度施政报告 就宣布价值403亿港币的支持计划 名为新加坡攜手前进 希望鼓励长者尽可能的继续工作 他说将能够汇集140万的中老年人 干净整洁的街道 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 都会来到这 新加坡著名的景点之一 余伟师公园 新加坡不仅成为全球第五富有城市国家 还拥有国际金融地位 但钱多富豪多高龄化社会也名列前茅 如果你今天来拜访新加坡的话 你如果在路上遇到了每五个人 你其中的一个人 你将会遇到一个超过65岁的 引发勒林人士 那如果过几年后 到了2030年 你如果来新加坡 你会遇到每四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将会是超过65岁的 研发勒林人士 所以我们真的很认真去看待这个问题 新加坡生育率下降 人口结构迅速老化 根据数据显示 新加坡在2021年时 65岁以上人口 已经占新加坡居民的16% 大约有63.9万人增幅 比10年前高出7.3% 预估2033年时 新加坡全国有将近一半人口 会超过50岁 所以要如何友善高龄长者的退休生活 成为政府的一大难题 50岁到65岁的亲熟林人士们 他们的 事实上他们的负担跟压力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 所以他们现在 以这个新加坡攜手前进计划 这个东西来帮助他们 以长期的规划来帮助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们给就与业的储蓄发红 所以只要他们还在工作 如果他们的公积金低于 新台币230万元的话 他们给予每年多1000元的资助 退休的储蓄发红 就是说不管他也没有工作 给一次性的新加坡币 新加坡1000块 大概是台币2300元的 医疗储蓄计划 所以是真这个钱 只能用在医疗或者是保险上面 其实新加坡一直有推动储蓄政策 现在更宣布投入70亿新加坡 高原的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 针对1973年或更早出生的 新加坡公民 提供就业储蓄分红 还有退休后的退休储蓄分红 以及保健储蓄分红 要抵挡高龄社会的浪潮 不仅提供公积金 协助中老年退休后的生活 政府也鼓励中高龄就业机制 提供年长者的职场友善 我觉得政府是鼓励中高龄就业的 就是它会有几个措施吧 第一个它把这个退休的一个年龄 很长退休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它鼓励退休后的这些老人 然后去做一些服务业的一个东西 就是加坡政府其实是挺有眼见跟有钱的 所以说他们其实会把很大一部分的钱 然后拿去去支持 比如说对于40岁以上的这个员工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课程的补助 比如说让他们去学习这个保健全 就是网络安全的一些课程 然后让他们去学习一些新的一些科技等等的 新加坡在社会福利政策上 还宣布将调整组屋政策 新组屋项目分三大类 像是位于最核心的黄金地段组屋 购物者将享有最多津贴 但同样也有严格的售屋限制 包括禁止出租整个组屋单位等等 落实公民住宅政策 目前他的年龄中位数大概是超过40岁 所以跟台湾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新加坡过去的政府政策是强迫国民储蓄 所以一般的这些人 一般的人他退休的话 都有一定的这些年金等等 但是因为这两年新加坡的通膨 非常的严重 尤其是包括住房等等 靠这些过去他们的这些储蓄 或者是政府的年金 其实对年纪大的人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本身如果说财力不是很凶厚的话 他的这个生活会非常的吃力 所以也必须要去提供一些 这些老人家更多的一些工作的机会 从住宅到储蓄 保健医疗 新加坡政府加快推动新措施 而同样是老年化严重的台湾 高龄社会的配套措施 也得跟上脚步 TV位新闻于心汉流军台北采访不到 中国大陆的青年失业率还没有缓解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总体经济 7月全国乡镇的失业率是5.3% 比上一个月上升了0.1个百分点 而6月的青年失业率已经突破了21.3% 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他们是宣布7月之后 就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的数字 有专家就分析 这样子的盖牌恐怕青年失业率 是比实际公布的状况还要严重太多了 在办公室里忙着处理网路品牌失误 去年从上海回到台湾 刚刚创立宠物用品失业 从猫杀到科技业的耗材通通都有 我在上海其实在上海待了9年 回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上海是开餐厅的 整个封城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寄望于开放 解封以后的会有个消费爆发行情 然后到9月以后 整个社会氛围还是日趋严格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决定说那就是陆陆续把门店都收 就关门 然后一直到12月 然后结束了 然后1月回台 2016年到上海创业开餐厅经营5家分店 不过在疫情爆发后 上海风控重创餐饮业Cliff 决定收掉大陆事业返台重新开始 中国经济确实是出现 目前是出现在下行的阶段了 由于去年的整大规模的风控原因 大家的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就不太会愿意去消费 其实那时候在上海的时候也会感觉到 其实就是线下就是在逛街的客人 其实非常的少 今年大家都会都反映说比较难找工作 因为整个释放出来的工作量是比去年少的 观察到大陆目前的消费力道还没有复苏 赶紧撤出中国大陆市场 同样受波及的还有他 原本在台湾知名饭店担任甜点主厨 2017年到中国大陆连锁餐饮店工作 也是直到疫情爆发后才返台 退回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那时候回来其实蛮仓促的 原本我任职的公司现在也是结束营业的状态 那当人不能出门的时候服务业自然他没有办法营运 最后员工也就是慢慢离职 最后公司收掉 幸好在疫情前离开才没遇上大陆风控影响工作 现在在台湾自己创业开甜点教室三年多来 也在各地巡回教学 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总体经济7月 全国乡镇的失业率是5.3% 比上一个月上升了0.1个百分点 而6月的青年失业率已经突破了21.3% 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不过7月已经没有公布青年失业率的数字 专家就分析 恐怕青年失业率是比实际公布的状况还要严重 中国大陆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21.3% 相当于每五位年轻人就超过一人找不到工作 不过官方数据只计算了城市失业率 二三线城市乡村地区都没有纳入 就有北京大学教授推估 青年实际失业率恐怕高达46.5% 有将近一半的青年没有工作 就是外国对中国大陆投资负成长 尤其出口的外资聘雇了大量的人工 等于他的投资减少 当然他聘的人会减少 另外一块是谈了很久的 就是民间的投资动能不足 所以整个民间大概 南瓜西纳大概八成左右的就业人口 所以民间的投资不足的时候 当然事业率就会高 民间投资最主要的就是房地产业 然后网路平台 阿里巴巴或者是微信 青年失业率直线攀升 恒大的因素来自于大陆国内需求仍然不足 在房地产数据上 今年前七个月 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4.5% 指标名气地产商恒大跟碧桂园传出债务危机 国有房企远洋集团也爆雷 纽约时报就指出 中国大陆债务累计占GDP将近三倍 高达282%甚至比美国还要高 他的经济成长最主要靠的就是债务的推动 如果你的投资效益不足以还你的借来的钱 那就变成债了 现在更麻烦的是当你经济在衰退的时候 那你更没有钱还债了 疫情解封后大陆经济日趋疲弱 加上全球经济仍有不确定性 何时才能谷底反弹 恐怕只能先打上问号 TVB新闻 于心汉刘军台北采访五斗 中央跟基隆是否力推基隆捷运的新建计划 但看看台北捷运光靠载客平均 每年亏损近15亿元 放眼全台的捷运无一不亏 虽然公共运输工具本来就不是要盈利 但是长期的财务压力 也会引发后续的一连串问题 正安就提醒基隆建好捷运之后 才是面对问题的第一礼路 这里是巴督火车站 未来这个地方也是基隆捷运 一个非常重要的站点 未来会做成一个双铁共共的形式 力拼在2032年底前能够完工 只不过讲到捷运这件事情 不只是新建很有难度 未来在营运上面也很艰辛 从巴督到南港 全长大约15.59公里 基隆捷运横跨了基隆台北还有新北 预计共设置13座的车站 总薪费高达597亿元 而西龙市预计将分担53亿 为了能够减少财政负担 将会成立30亿元的捷运建设基金 任何一项公共建设来说 它要满足的 不是只有财政的这一个方面 它还要满足所谓的 这一个产业的升级 还有居民生活的便利性 还有各方面的一些需求 综合评估之后 才会投入这样的一个资金 去做投资 毕竟政府不是盈利单位 所以比较难去说 你要如何去回收你的成本 达到交通串联 同步刺激经济商圈 但是捷运启用之后 维护 营运等各项成本 也得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除了捷运本业以外 仰赖车站广告 或是地下街出租等副业 来弥补差额 想要减轻财政压力 效果恐怕还是很有限 郑文蔡副院长讲说 预估的价值差不多40亿 我觉得有点乐观了 有点过于乐观了 因为我们这40亿是包括你招商成功 而且土地开发得当 但是像说我们基隆 现在目前的基隆塔 现在目前的话 我们每年要烧2200万的预算 来去维持这个基隆塔的维护成本 而当初林佑昌市长任内建的时候 他说会去招商引资成功 我们基隆市基本上不用付钱 可是招商引资 现在状况是失败的 未来同样的状况 同样的窘境 会不会发生在基隆监运上面 我是希望说有一个更整体性的财务规划 就拍一个太乐观 捷运成了不见底的大乾坑 看看全台捷运本业通通都在赔 最早发展的台北捷运 也是最多人搭的 一天运量可以高达200万人次 但是在本业2022年的亏损 仍然是突破15亿元 细看其中仅有板南县 还有淡水信一县 两条路线是赚钱的 其余三条统统赔很大 至于台中捷运通车至今 累积运量突破1700万人次 但是到今年底的总亏损 累积也是上看30亿元 而高雄捷运日运量约17.9万人 今年运输收入已经亏损约6亿 预估到年底恐怕也会亏损 将近8亿元 桃园捷运也不乐观 日运量约7.6万人次 去年已经惨赔了9.28亿元 而今年目前已经亏损了6.57亿 预估全年度恐怕将会上达9亿元 捷运的营运是属于大众运输工具 要创造利润 本来这是不可能非常的困难的 虽然说捷运是公共建设 那可能不能单纯的 去用盈亏来去判断 但是并不代表就是捷运亏钱 是一件合理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假设我们的公共运输 一直没有维持在一个 长期财务平衡的状态的话 那这会导致业者的现金流不足 而进而去受限于这样 去降低它的服务品质 最后其实受影响了还是社会大众 随着大型建设的规划 交通带动地方全面发展 只不过在捷运的便利底下 也要同步扛起随之而来的财政压力 据新闻中的荣成为月台北采访报道 短影音风明年轻时代 又因为节省时间又具有娱乐性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指出 长时间沉迷于短影音的年轻人 可能变得难以专注 对阅读跟协作产生很大困难 点开网路短影片配上音乐 有趣的内容吸引孩子们目光 不论是恶作剧搞笑 体育运动 可爱宠物等任何题材都有 每日大约15秒的短影音 已成为一种流行 3C时代就怕孩童沉迷于网路 该怎么拿捏使用时间 及筛选观看内容 就显得格外重要 2到3天就周末两天都可以 还有礼拜三 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 然后中间半小时要休息 现在的小孩子因为3C看得太多 所以在学习上有一些注意力 比较没有办法集中的状态 而且他们会对于 比较长时间需要阅读的内容 显得没有耐心去读 那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 其实非常不好 我们会透过这样子 管理上网的时间 然后一起做一些 比较深度的讨论跟对谈 就是让他们对于事情的看法 是可以比较深入 那这样子可以让他们 比较不会说什么都只想看 很短的啦 很刺激的 努力平衡孩童 线上与线下的活动时间 才不会过度接收刺激内容 TikTok短影音席卷全球 总下载次数超过20亿次 分布在全球154个国家 不少社群媒体是跟上这波热潮 就连YouTube都开始使用 Source短影音 IG 脸书 Line等社群平台 也效仿推出类似功能 但对长期沉迷于短影音的年轻世代 无形之中却带来危害 长度只有10几秒的短影音在青少年中大受欢迎 不过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这种短影音会对人们的专注力 甚至对大脑造成影响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指出 长期沉迷短影音的年轻人 因为习惯接收短暂刺激 变得难以专注在阅读写作上 在极短的时间内 促进大脑产生多巴胺 出现抖音脑 导致注意力下降及用户成瘾的情况 这个跟我在教学的领域看到是一样 尤其是疫情这三年 你就是可以感受到 学生的注意力非常非常的短 就是说他你上课的时候 你跟他讲一个事情 他可能前几秒他会听进去 隔一会你再继续往人家交同一个主题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会有点晃生 学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跟华尔街日报提到的 就是普遍大量收看短影音的人 他的注意力专注力是在下降的 他的那个长度越来越短 这跟电视的原理事上是一样 过去也有人做过这样子一个电视研究 因为当我们睁开眼睛看电视 到电视的原理的话 大概我们第一次眨眼 电视就已经给我们26个画面 所以如果我们习惯这种短型的 这样的一个影片的时候 会让他们比较进不下心来 他们大概没有办法看白纸黑字 来读一些相关的讯息 所以也会相对对他们的生活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甚至在这种演算法里面 每一个影音都是他喜欢的 他成立在那个的时间上 会比较长一点 在判读讯息再加上 他可能会没有办法进下心来 这些通通都是会是对他们影响比较大 短影音成影是一大问题外 像是抖音也欠缺保护青少年的使用机制 容易推波有害但流量高的内容 专家表示政府应修法借近国外经验 对抖音进行法律管制 就去年台湾也是要通过中介服务法 可是很不幸的事实上 所以后来就停止讨论 那欧盟就觉得要纳关 尤其事实上是对于孩子身心健康 有影响的 甚至对他们国人事实上是有一定程度的 都有一个所谓的申诉裁罚机制 台湾现在是网路上事实上是没有纳关 这也就是我们很期待说 政府是不是应该针对 妨碍扰上身心健康 甚至带有那个什么自虐自伤的 这样的一个短影音 都应该要来制止的时候 那是不是对于国外的境外导入来的 那我认为事实上是要纳关的 短影音就像毒品 一旦使用就容易上瘾 如何帮助青少年善用软体 减少负面影响 也成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TVBS新闻 严若生 刘彦轩 台北采访报道 这段话题来关注逼干代言者 其实大多数没有症状 要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是逼干代言者呢 医生表示要做血液检测 而事实上台湾多数是垂直感染 特别提醒 逼干代言者多数没有症状 如果要知道自己是否是逼干代言者 必须做血液检测 台湾多数是垂直感染 若妈妈有B型肝炎的民众 一定要检测是否为B型肝炎代言者 陈小姐一出生就验出B型肝炎 每天一上班要处理交办事物外 还有内部沟通与对外联系繁琐事物 对她来说 即使工作再怎么忙 都会遵从医主指示 按时不要 母体垂直感染 所以是一辈子都要规则的追踪 我的B型肝炎 因为是健康的代言者 那平时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尽量挑新鲜的食材 那我都会尽量不吃罐头 不吃腌制的东西 B型肝炎的这个传染途径 有一半是在你 在妈妈生下你的时候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我们叫垂直的传染 因为B型肝炎病毒 它是透过我们的血液 体液 常讲就像生殖液 精液 这一类的体液跟血液传染 所以在妈妈生产的时候 一个母亲母子的一个垂直传染 所以我们叫做垂直传染 有一半的代言者是这样来的 B型肝炎是一个不容易痊愈的疾病 那一般的临床证据显示 一旦得到B型肝炎 会完全痊愈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那如果已经到肝炎化 那要痊愈的机会是更低 不过还好现在有非常好的药物 那可以有效来控制B型肝炎 那只要针对需要治疗的病友 长期让他们接受好的药物治疗 那即使肝炎跟肝硬化没有办法痊愈 不过一般来讲是可以得到相当大的改善 那很多患者经过长期治疗 肝硬化甚至有机会变成了没有肝硬化的情形 B型肝炎的话 它早期可能没有症状 我们说有很多是健康的代言者 他是没有症状的 你根本不知道你有B型肝炎 所以你要知道你B型肝炎 可能要透过体检 或者真的很早期 刚好有点小小症状的时候 你去看医师 医师给你检查 不少B型肝炎者有慢性疾病 像是糖尿病高血压等 除了药规则服用原来的药物 也要听从医嘱服用B型肝炎药物 B型肝炎本身代言这个部分 要让代言消失不见 它的难度是比较高 所以B型肝炎的治疗的目标 并不是让B型肝炎变不见 但是我们长时间的治疗 那可以避免肝脏慢慢的纤维化 到最后进展成肝硬化甚至感染 B型肝炎怎么诊断 只需要我们检验区中的B型肝炎表面抗原 就可以诊断 如果确定是代言者 原则上建议每半年定期为整抽血 变胎儿蛋白 还有做腹部肝炎波检查 B型与西型肝炎是台湾常见的慢性肝炎 这两种肝炎都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 但是这两种肝炎一般是没有症状 像是盛行率比较高的B型肝炎 需要从表面抗原来做诊断 台湾全面施打疫苗之前出生的人 其实是有很高的盛行率 这些人我们目前可以依靠成人健检 在45岁以上可以做一次的B型与西型肝炎的检验 由于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需要定期的去追踪 他的抽血以及他的超音波 B型肝炎跟肝炎一般来讲 因为不容易从表面上看得出来 所以目前最建议就是我们的国人 45到70岁 79岁假设没有做过任何B型肝的筛检 那一定可以到医疗院所 做一次政府免费提供的筛检 那在治疗方面 B型肝炎跟肝炎 那临床医师会结合各种临床的数字 再加上超音波检查的结果 医师提醒B型肝炎者吃药的状况下 因规律追踪检验病毒状况 即便在没有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 更应该定期的接受抽血与超音波的检验 早期发现尽早治疗 避免病情恶化 TVBS新闻 陈如环 罗世彭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